大家好,我是Tony 最近台北的疫情突然急剧升高 政府已宣布将疫情提升至第三级警戒 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 所以我就遵守政府的防疫政策 暂时停止外出旅行 既然这段时间会付钱在家 所以我想我就利用这段时间 来回顾我过去拍摄的影片 整理出几个专辑来分享给大家 我要做的第一个专题就是台北大众走 今天先分享北众走的行程 北众走从内湖的大湖公园捷运站 一直走到关渡捷运站 总长度大概50级公里 这条路线我已四次行程分段完成 时间大约是在2018年10月到12月之间 当时我拍片还没有露脸 也仅仅用手机来拍摄而已 摄影的设备以及技巧都还非常的深色 而当时我频道订阅人数也只有几千人而已 现在回顾当年拍摄的影片 有点感到难为情 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得到自己成长的轨迹 以下就是我分享的台北大众走 北众走的行程 捷运大湖公园站出发 大湖山庄街 抵达大沟西清水公园路口 圆绝瀑布道 圆绝瀑布布道又称圆绝寺步道 抵达圆绝瀑布 星一 mutant 圆绝瀑布 海的�kę绝岛 根据抵达ater绝碱 圆爵寺 抵达碧山沿开张圣王庙 白石湖吊桥 白石湖吊桥长116公尺 后湖湿地 碧山路 抵达填水鸳鸯湖 填水鸳鸯湖就称大皮头 山径沿着湖岸上行 沿着西建上行 翼山 这里有一条山径通往双溪沟股道 我临时起意决定走这条山径 昨天下过雨山路泥泥 沿西行是古道最精华的路段 古道终点 抵达峰柜嘴站 站台距离峰柜嘴还有一公里 抵达峰柜嘴步道 直接路上坡行 约25分钟抵达峰柜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往青天岗6.4公里 这条步道称为顶山石梯岭步道 爬往顶山 沿途芒花盛开 大约一个小时抵达顶山 出发 顶山山头平缓 沿途有小草原 抵达山谷柳三兆林区 北五指山草原 走往石梯岭 抵达石梯岭大草原 石梯岭大草原 从高处回望石梯岭大草原 芒花在风中摇曳 约80分钟抵达石梯岭 石梯岭给了一种天地壮阔的感觉 抵达黄嘴山生态保护区路口 即将抵达青天岡大草原 封闭中的青天岡大草原 约一个小时抵达领头岩 在这里休息半小时 抵达基辛伦观景平台 续行冷清步道 柳森林步道 美丽风景吸引游客在此拍照 冷水坑生态池 抵达金山吊桥 走了40分钟 抵达冷水坑游客服务站 冷水坑站 搭乘小树公车网建坛站 总共走了约6个小时 冷水坑游客服务站 出发 广七星山东风1.8公里 芒花盛开的美景 建竹林 连续上坡路 七星山东风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走了90分钟 登顶七星山东风 往七星山主峰0.3公里 趴向七星山主峰 七星山主峰海拔1120公尺 台北市第一高峰 走往小游坑 很长的一段建筑林步道 抵达观景平台 眺望小游坑 竹子湖附近风景 继续前行 硫磺喷气孔 小游坑游客服务站就在下面 小游坑巴士站 小游坑地址景观 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前进竹子湖 从小游坑游客服务站出发 小游坑建筑林步道 插入口 取左行 往竹子湖 走往小游坑停车场 去 hellers andкої 去張柿基 errado 典坑汽西畔步道 西畔门花盛开 接竹子湖路去右行 抵达顶湖海域步道路口 顶湖海域步道 步道旁忙花盛开 抵达顶湖海域步道出口 名仰湖餐厅 续行竹子湖路 随为百拉卡步道路口 爬往大屯安部 有不少爬坡世界路 抵达百拉卡公路人车分道 抵达大屯安部气象站 走往大屯安部停车场 大屯安部停车场 大屯连峰步道登山口 出发 步道全长1.6公里 走往大屯山主峰 步道出口 抵达大屯山观景平台 走往大屯山 走往大屯山 驻航站 观景台 出发 登顶大屯山观景平台 继续前行 开始攀降陡坡下山 抵达三腰路 取右行 攀爬大屯西风 灯顶大屯西风 抵达大屯山观景平台 抵达面天平 往青天宫 往青天宫 山盛宫 青天宫 穿越中青雀 聚落 左侧为下青雀步道路口 经过下青雀 聚落 下青雀步道 沿着水泉 走往小坪顶 太阳快下山了 抵达小坪顶路 抵达乎宅措 终于抵达登山口 抵达中央北路四段 终于完成北重走了 今天从白天走到夜晚 就是为了与这块牌子合影留恋 捷运关渡站 搭捷运回家 北重走行程结束 您刚刚看到的内容 就是我两年半以前拍摄的 台北大重走北重走的行程 我会将台北大重走北重走的路线 及沿途经过的景点 标示在Google地图上 地图网址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台北目前正处于疫情危机中 希望这波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大家又可以快快乐乐的出游 平平安安的回家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